山东泰山俱乐部确定截图为真实的 却是为山东泰山前领队舒畅所言 但关于舒畅所说的问题 山东泰山俱乐部则否认了这一点 山东泰山俱乐部表示 对于主教练郝伟和俱乐部董事长的爆料内容并不属实 这两天 山东泰山队前领队舒畅 炮轰主帅郝伟只知捞钱 玩女人 包庇儿子 以及揭发泰山队董事长内幕一事 引发了网络热议 对此人们或会问 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中 同时混在足球圈 舒畅何以会如此不管不顾的撕破脸皮 如此进行曝光与揭发呢 首先 据称泰山队上赛季夺得双冠王后 发放了不少于300万元的赢球奖 但作为领队的舒畅 却未得到分文 同时 舒畅作为领队的年薪 也只有5、60万元 其相对于球队的球员及教练的工资 并不算高 新设于奖金上的差距 会让舒畅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毕竟 作为领队的他 魏夺的双冠王显然也做了很多工作 这从舒畅炮轰豪伟和俱乐部董事长 指知捞钱的表述上 也能感觉到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 显然离不开一个前字了 西西皆为历来 嚷嚷皆为历往 不换寡而换不君也 这在我们的人情文化中 是处处可见的现象和思维 所以说 这次好伪不好 舒畅不畅的主因 很可能就是在于钱上 其次 据悉舒畅在退役后 早就一家人移居美国了 这次回国做了泰山队一年的领队 也就是为了挣些钱 当他一年后被去职后 现在也已经回到了国外 试想 如果舒畅仍居住在国内 则他必然要更多考虑到 我们这个人情社会的特点 也必知如此撕破脸 公开炮轰后 自己以后就极难在中国足球圈里 该下去了 但是 舒畅本就移居了海外 现在不干领队后 也是随即就抬屁股走人了 所以 他也就会对于揭发好伪仪是没有了 太多的顾忌 反正抛轰过后的一地鸡毛 他也不必更多的去面对了 当然 也有可能 舒畅不仅是出于私心 还同时具备了正义之心 其不愿与黑暗者为伍 不想跟不待见的事情 和人沆瀣一气 因此 分而站出来 怒先盖子 若是如此 且所言属实的话 则舒畅就必然令人高看一眼了 当然 从目前来看 舒畅炮轰好伪这件事 也只有所谓 好伪重用水平并不太高的儿子一事 算是大致属实 但所谓只知捞钱和玩女人 则就要走法律渠道 且还得是谁主张 谁举证了 否则 好伪甚至可以反告舒畅诬陷罪了 舒畅现在已经拍拍屁股 远走高飞到海外了 这凌乱一地的鸡飞 当然就得主要由豪伟和泰山队 来收拾 最终结局将会如何 还是 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原创评论 鱼说还羞 是 国家圣楼 诶